那 你是如何選呢 我自然是選得讓哥哥了 你 作詞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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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 燕燕知我 我知燕燕 就算他知道我會面臨險境 他也一定不會放棄我們的感情 我原本以為至少是大爺成功以後 可是斯文在向哪兒能答應了 自幽州回來 兒子也一直悠悠鬱鬱 正因為你說的這個原因 可兒子認為 這件事情如果再這麼拖下去 對誰都不好 母親不知內情 總是總是在亂牽紅線 四兒也因此而誤會 更重要的是 現在事情懸而未決 任何一件小事 都會傷害到燕燕 喜樂吧 你從小就最有主意 既然如此 為父就厚著臉皮 去斯文才向哪兒試試看 兒子謝過父親 他讓 為父一直覺得 斯兒是你最合適的人選 看你為什麼選擇了燕燕 斯兒的確是最適合我的 而且 兒子也一直認為 夫妻之道本應該是相敬如濱 平靜如水 但這世間萬事 並不是我們想怎麼樣 就能夠讓他怎麼樣的 至於燕燕 父親你就當是我的一次失控吧 兒子先行告退 報 劉瀚求援 靈主上 南主昭光義率大軍親征 進揚危急 一旦有失 就不能再為大僚犯禮 我朝國主 請父皇帝陛下 速速發兵證人 恃口聲變 南朝朝朝這麼快就昏述雲激 那兵如今是興奮的狠 上次雕中之戰 我們也沒占到便宜 難道真要出兵 把劉瀚守城馬 這可說話是好 吵死了 吵死了 剛才的話都是誰說的 出來 趙他人之情別自己威風 趁何其鬥 來人 將他們拖下去 重打絲絲大板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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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八十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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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嘴 住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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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汉 雖然無用 但是也侍奉大僚多年 留著他 或許可以牽至南朝 好 好 好 一切都聽你的 那 拿酒 拿酒 你快出去 你快出去 拿酒啊 你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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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这样的酒 你是要敷衍阵吗 出生其路 奴婢不敢 拿酒来 给朕拿酒来 人呀 都给我出来 不然我杀了你们的全家人 这个 就是真要喝的酒 啊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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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乱罪杀人吗 听说 就连带人去查看的女李大人 也陷些遭殃 我知道了 下去吧 这宫中永远都充斥着杀落 阴谋 还有相许 燕燕 你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女人 你那么聪慧 对于正直 你敏锐 且又远见 你是最喜欢陪我一起 守护大辽江山的那个人 你等我 等我处理好这一切 我就像斯文宰相 求去你 你看那边又一个卖面具的 姑娘 买这面具吧 这可是南朝来的新事呀 哎 你看看 啊 怎么样 你怕不怕呀 戴上哥哥 我怕什么 慢走慢走 下次再来啊 我们去骑马吧 跟你这样 燕燕 我父亲 你答应向斯文宰相提亲了 真的吗 来 试试 爹 我就是要娶萧燕燕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常会不起 你 我 你就这点出现 打小就追在他屁股后面跑 都快被他打得成上京城笑话了 我 你现在竟然要娶他 真娶回来 这福利不计飞狗跳的 爹 反正我要在后族姑娘里娶媳妇 现在我看上的又是 我们后座里 最显赫人家的姑娘 还省得让你挑选了呢 爹 你就去一趟斯文宰相家吧 我要是娶了他 我们跟太平王的关系 还能更亲近一些 我就不想跟燕燔哥走得太近 我不管 反正我非萧燕也不去 你要是不去提基 我就跪死在这儿 你 抱紧点 再抱紧点 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 别怕 你用我 我只要一闭上眼 就仿佛能看到主上那把沾满鲜血的刀 在我面前晃 放心 只要有我在 没有人敢欺负你 等我领到兵权 我就上战场 杀光那些敌军 到时候我挟军功归来 我看谁还敢欺负我的女人 大王 你要上战场 我今天听到战报 大兵押近 主上迟早会发兵 这是滕礼赐予我的一个机会 等我领到兵权 这皇位 还跑得了吗 朕朝上刀剑无言 我怕 别怕 我是先皇的儿子 我必须去建立功宣 我不能辜负仁皇王一席的卑名 来 阿姨啊 斯文兄 邝四兄 在下大人 前来拜访 所为何事啊 我今日来 的确是有一件喜事 喜从何来啊 我今天是特意替我儿子 来求取 斯文在相的账上命珠 大长 在相大人 得让一片真心 还望再向大人成全 还望再向大人成全 呃 骑兵老爷 虎骨大人求见 斯文在相 至今 可有一桩大喜事啊 什么大喜事啊 呃 我这儿子 对你们家燕燕一片真心 求着我来提亲 是 这耶律家和肖家世代联姻 如果能成就姻缘的话 也正是合了祖先之意 你觉得这怎么样 此事 还需要在意 怎么 燕王今日也是来求亲的 可是你知道 我只有一个女儿 你们两家同时来求 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不是 他也来求亲 谁 虎骨大人有礼了 谭匡寺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跟我巧儿媳妇 虎骨大人 你说笑了 一家营女百家穷 这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斯文 你怎么说 此事 是燕燕的终身大事 我想听听她的意见 虎四 去请三小姐过来 爹爹 知道叫你过来所为何事吗 虎四大叔已经告诉我了 那 你是如何选呢 我自然是选得让哥哥了 你 虎骨大人 小斯文 你太过分了 你拒绝我可以 你居然当着我的面 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帐下奴 你根本就是在羞辱我 虎骨大人 我是大辽的宰相 我是我的女儿如帐上明珠 她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 用不着旁人在我萧府指手画脚的 告辞 摩登顾 走 爹 走 走 五指大王 他身为皇帝 整天只是醉生梦死 军事上节节褪败 朝堂上人人自危啊 五指大王是宗室里的顶梁柱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出来说几句啊 五指大王 五指大王 什么 真是的 年老魂魁 又不小心睡着了 你刚才说什么 这么大王 你再说一遍 大王 五指大王怎么说 英明的五指大王老了 也不过是个老糊涂 大王 大王 趁我大王走了 年轻人哪 还是年轻 将来呀 有他苦都吃呢 哼 迟墨 大王 之墨恐怕也是想借此机会 掌握兵权 所以才不一余力地拉拢宗室 诚实不足败是有余的东西 就凭他 拉拢不了宗室那些老狐狸 那 大王是不想跟他计较 好 现在蠢蠢欲动 惦记军权的不止他一个人 战场上将士的血还未干 这帮砸碎就惦记着军功 不过现在大病压境 还真不能任务这些砸碎 暗中倒鬼 那大王的意思是 大王 纸墨最近有什么把柄啊 大军在杨曲和定州 遭到南军狙击 主上震怒 把很多带兵的将领 都砍了脑袋 还说有株连九族 千方打了败仗 但震报传回来 主上却只知道杀人 他毫无对策 就这般不爱惜我大辽的诚实 徐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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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大王 你先冷静点 不宜动气啊大王 快坐下 你没事吧 我知道 我不宜过度喜怒 但是我很 我比谁都更狠眼前发生的一切 但是我要轻重 我不能重动 小夫人则论大公 大王 你说得对 我害怕 我怕我皇叔那个睡王 在睡梦之中 把大辽江山拱手送给别人 我这一将报复 无处实斩 更加无言 需见列祖列宗 大王 你放心 我们势必不会让事情发展到那一步 宰相大人上次说 刘汉为大辽翻礼 轻易不可舍弃 可现在主上不闻不问 任由南朝围攻太原城 眼看刘汉就要不保啊 芝莫愿主动请命 增援太原城 还请在乡大人 向主上取见 池原刘汉一事 如今都是由太平王 去处理的 我是不好语举啊 芝莫大王 可以去找太平王去商议 来 此次战败 我还有诸多的攻势需要处理 不配芝莫大王聊天了 宰相大人 您 请回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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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莫不能留了 你把她抓起来 就说是 就说是毛反 芝莫毕竟是先帝之子 身份敏感 说她毛反 会不会引起众怒啊 不如换个罪名 芝莫大王 哥 你怎么在这儿 芝莫 你太过于大意了 连我身具府上都已经听说 你私下联络宗室啊 要让主上知道 知道又如何 律法又没有规定 不能见宗室 现如今朝堂之上局势微妙 若有有心之人参你一本 你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朝堂上那些人 都是畏守畏北的缩头乌龟 只要我能上战场见军功 我看谁还敢交手跟 战场上有太平王主持大局 你着急统兵你想干什么 让他难堪吗 他 他只会替主上擦屁股 他以为悄悄瞒下那些告状的奏者 卖点小恩小慧给那些将帅 人家就会感激他 可人家本来就不用受那些羞辱 芝莫 你把此事想得太过于简单了 芝莫 哥 我已经考虑清楚 我们是阿宝基的子孙 不能永远躲着藏着 这大辽不是主上一个人的大辽 你看他这样遭的大辽 你不心疼吗 芝莫 无论如何你答应我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好吗芝莫 芝莫 芝莫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大王 芝莫大王虽然年轻气盛 但是也成长于皇室 行事自有考量 您也不必太过担心 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愿是我多虑了吧 大王 嗯 安置担心 别怕 有我呢 我在主上身边多年 你不知道他有多可怕 万一 万一他发现我们 那我就向他要了你 只是如今 我正准备领兵打仗 带你在军中不安全 等我回来 我就向皇叔要了你 那臣妾 就先谢过大王了 你们 你们不断这局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是谁 我是芝莫大王 你们谁敢对我无礼 小的不敢对芝莫大王无礼 只是大王如今这样 我如今这样 又如何 司通主上身边的宫女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大王还是随我们去向主上解释解释吧 大王 练义大王 大王 大王 练义大王 怎么了 我们家大王 被主上抓到开皇殿了 到底怎么了 他是跟宫女安枝一起被抓走的 走了 好 石墨 大王 你倒很会风流享受啊 把那个剑人拖下去吧 大王 大王 你不住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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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叫黄叔救纸墨一命 这纸墨干的都是什么事啊 喜欢女人没关系 说出来 什么女人没有 南边的公主我都能给她娶回来 非得司通主上身边的宫女 制住上的言变于何在 黄叔 纸墨确实有错 但她是一丝糊涂 她绝对不会故意冒犯主上的 黄叔 我自知命不久矣 我只希望纸墨 可以为父皇的一起血脉 留下子嗣 黄叔 你看在我父皇的面子上 能不能救纸墨一命啊 黄叔 眼萨阁 你就入宫说句好话吧 好 行了 连王妃都这么说了 就她触怒主上 我也得进宫给她求情啊 你以后好好管管纸墨 别再让她乱来了 初大老 多谢黄叔 黄叔 黄叔 安芝只是个宫女 我们是真心相爱 你这宫里这么多女人 你别赏我一个又如何 朕的东西 为什么要分给你呢 自从你三岁的时候 朕就把你养在身边 希望你成才 没想到啊 养了个家贼啊 这一切 都是我父皇的 说不是我父皇死得早 我们兄弟年纪上右 你凭什么能登上大位 好啊 终于不掩盖 你的野心了啊 你这位置 迟早也会传给我 难道你要传给那低劣的儿子 女奴生的孙子吗 至少 迪丽是纯正的契丹人 而你呢 就是个杂种 野绿景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大王 野绿景 再说一遍 野绿景 我杀了你 还请黄叔快一点 丁一 王兄视你们如同起初 顶多给点教训 不会有事的 野绿景 我杀了你 把这个杂种给我拖下去 无麻烦事 野绿景 我杀了你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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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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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Half短 小长 军 他竟得死 托小雪 叶绿井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一个霸占我父皇位置的卑鄙小人 大王 整天只知道喝酒发疯 你根本就不配做大辽的主杀 大王 放肆 谁要杀了你 主杀不可 主杀 皇兄 皇兄 主杀 主杀 洗脱啊主杀 主杀不可 皇兄 主杀 皇兄 你不能杀他 杀了他就会引起宗室的动荡 皇兄 主杀 我是直摩的兄长 愿意及得受罚 你没有犯错 我们也是在罚你 你以为战术还军吗 没有 没有 名义不敢 主杀矛盾 抚养成人对我没有养育之恩 恩主如杀要主杀 皇兄 你不用杀他 换个别的刑法 不处处其 罢了 明尹 朕就给你个情面 不杀他 多谢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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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罪饶过 活醉不免 把这个杂志给我偷出去 公请 朱杀 朱杀不可啊 朱杀 朱杀不可 明尹 还不快宣 你真要直摩死吗 朱杀 明尹 还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做吗 快宣 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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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年翼 你对真的处置 有什么意义吗 年翼 还不快闲 宁仪 看来 攻刑还是太轻了 再给朕打一百大仗 拟惊效尤 住手 别到家室 宁仪 解除龙岸 皇兄 纸墨现在这个样子 只怕受不了一百仗 要不让玉玉先给她治了血 再做处置 把她给我拖出去 你别脏了 我再打脏 好 别 别跑 拿 老公 快 我 我愛你 茶都煮好了 当然哥哥怎么还不来啊 该不会 不是被什么正事给耽搁了吧 师母 大王 师母怎么样 眼下性命无用 已被送回秦宫 我要见师母 扶我起来 我要去见师母 好 老王 你快来劝劝三哥 他醒了以后 不说话也不吃药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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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你敢去吃药 你不吃药的话 这伤口不会好的 我成了阎人和半个瞎子 十天之风 我还得瘦一百丈 这药吃不吃 不过是多活几天而已 与其当时候在受辱而死 不如让我解脱吧 我会去找太平王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 我不会让你死 或者要能怎样 不过是个活死人 不如早点死吧 你要知道 不过在这个世上 骨血相连地只有我们兄妹三个人 我们在这深宫里面 互相扶持 相依为民 就忍心看着 我们俩在 你离我们而去吗 师伯 我身体一直不好 虎骨点 她只是个女孩 你不是答应过我们 要照顾我们的吗 嗯 嗯 记得吗 我 来把药给我 在这世上 只要活着就要有希望 这冠一定能过去的 你看我 生生死死 师傅都念 不也过来了吗 喝口药 二哥 怎么办 二哥 好好陪你三哥 哪儿都别去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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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祖西三之中 西隐被拘禁 只莫受刑 恐怕下一步 要对你动手了 大王 你打算怎么办 韩四哥 你跟韩大人 想回去吗 我想先 一个人静一静 大王 老王 臣告退 三小姐 你怎么才回来啊 怎么了 爹找我啊 那倒没有 老爷还在宫里没回来 还没回来 出什么事了吗 出大事了 怎么了 主上戳下了 纸磨大王一只眼睛 还下令 十一宫行 纸磨 是皇子贤的弟弟吗 先皇就只留下这两个儿子 小姐 你 还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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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谁策马小小长隐思念 一曲红颜江山万圈 听五个千圈天地人间 若叶 他冲了 再见人时 处于模样 若清楚俗语壮长 永远满不觉心房 我与你相闻到白发苍苍 是夙夜的守望 是长空的曙光 是心让爱滚倒 昨日在许远方 却无憾儿女情长 也无拘荆棘四方 自身 当即回唱 若叶 踏破重了 再见人时 处于模样 若情处俗语中长 永远满不觉心房 我与你相伴到白发苍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